韩国总统市表示 在北韩无人机侵犯韩国领空后 尹熙悦总统严厉批评军方的应对态势 并指示采取相应措施 尹熙悦在此后召开的公开会议中 将北韩无人机挑衅应对不力 归因于上届政府对无人机应对和防御训练不到位 总统市一位高层人士介绍了26日 北韩无人机侵犯韩国领空后 总统市采取的应对措施 尹熙悦在听取相关报告后表示 军方的训练不到位 并严厉批评国防部长官等军方高层人士 尹熙悦在指示采取相应措施时称 若一架北韩无人机难下 我们也应派出两到三架无人机予以应对 这位人士就并未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表示 当时情况紧迫 尹熙悦总统随时下达指示 也不是召开会议的情况 也不需要召开会议 政府认为 首先召开限于军事部门参加的会议 进行应对更有效率 如有必要 可另行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商讨战略应对方案 尹熙悦在北韩无人机侵犯 韩国领空次日举行的国务会议上 将此次事件定型为一起 显示出过去数年军方应对态势 极为不到位的事件 尹熙悦称 文在寅政府时期 并未就无人机应对采取措施 尹熙悦说 从2017年起完全没有进行相关训练 这让国民认清 依赖北韩的善意和军事协议的对北政策 是多么危险 尹熙悦还表示 将提前设立侦查北韩主要设施的无人机部队 但令人遗憾的是 既在应对北韩军用无人机挑衅的明年度应对战力相关预算 准备 依赖北韩主要设备 这要认识